好 各位 這是我們的北極餐 她就突然叫我 她說你過來 叫我跟著她走 她就這樣抓著我 把我抓到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軒 我現在非常非常的興奮跟緊張 因為我今天終於終於要去北韓了 天啊 這真的是我夢寐以求的地方 我從高中的時候那時候上到世界地理 上到這一個地方 我就對她充滿了一種無限的憧憬 覺得很神秘 就很想要來看 所以呢 我決定要給自己一個25歲生日禮物 就是讓我來北韓 我接下來會一路的記錄我在北韓旅遊所看到的東西 因為北韓是一定要跟團的 她是不可以自由心的 也是我人生第一次跟團的旅行 我這次是自己一個人來 就我問我身邊的朋友 沒有一個人要跟我來北韓 所以我這次都會跟我們的領隊同個房間 那通常去北韓呢 是需要到北京或沈陽轉機的 我這次跟著這個團 她是來回都會在北京轉機 我現在人正在北京的飯店 昨天晚上我們就是先來這邊 就是住一個晚上 我們等一下吃完早餐之後就要直接去北京機場 直接搭乘北韓他們自己的高麗航空 那我們就直接去北京機場吧 Go 這個是我們的北韓簽證 這個是我們的申報單 然後它的申報單很特別就是 它這邊要寫你帶的壁紙 因為那邊的花費是用人民幣 然後美金也可以 如果你有帶手機 GoPro相機 就都要寫 這是我們的登機證 但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我們明明就是搭高麗航空 但它上面就算是寫 中國國際航空公司 我們現在要準備登機了 我們等一下要搭這一班 各位 那個就是我們搭的高麗航空 你看這個上面 機尾這邊 有個朝鮮的國旗 這個飛機上完全沒有冷氣 熱到爆 給大家看 這個是他們的偶特帶 飛機的說明 整個被折的爛爛爛的 剛剛我的這一張 它是直接被就是 搶在這個森處把它挖出來 他們剛剛把燈全部關了 這個是每個入境北韓的都要寫的 那我們的已經 領隊已經幫我們用好了 然後剛剛他們在飛機上有發一個是 健康建議聲告書 出入競爛機卡 然後還有這個聲報單 因為我們現在要發飛機餐了 我們這一趟大的那個飛機餐很特別 因為一般現在網路上看到他們都說飛機餐是漢堡 這一趟它是發三明之類的 然後還有他們的吃紙巾跟一個類似葡萄汽水的 而且他們的飛機就是通常這邊都會有一個杯子的凹槽 但他們沒有所以它會滑 好碎的感覺 超碎的感覺 超碎掉 很像那種平常在抹土是 沒有融化沒有烤鍋的那種奶油 這個就是想像不到的味道 然後細水 這是我們領隊的咖啡 我覺得咖啡正常 對 咖啡滿正常的 這個很很神奇 好像還是像對啊 對吧 bulb 是 serge衣 對 說 我們到朝鮮了 這是我們的飛機 興奮興奮 英文版的 這張超美的啊 有沒有覺得嗎 這張 拍賣黃色 而且這張拍在這裡不錯 這張 好有預鏡喔 他們北韓的空姐 真的每一個都超正 身材都很好 這樣就算了 後來我們看到一排 女海關也跟著走出來 連海關都長得超正的 全場人的焦點 坐了飛機 來了我們美麗的朝鮮 人路上辛苦了 長遠到有緣 千里來相會 他們那麼多的台灣人 八千萬的朝鮮人當中 今天我們能有機會見面 可以說是我們的緣分 希望大家正確最緣分 我們互相照顧互相配合 好不好 好 一抵達平壤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搭乘遊覽車前往 我們這幾天要住的飯店 除了台灣的領端以外 我們一抵達當地 就會有當地兩個北韓導遊 來全程的陪同我們 那我每到一個國家 就真的很喜歡觀察他們的街道 那因為北韓這個地方 是比較沒有辦法跟當地人接觸的 所以我們只能透過遊覽車跟車窗的一線之隔 來觀察他們 也沒有辦法跟他們交流 那平壤的街道給我第一印象呢 就是非常的冷清 而且也非常非常的乾淨 那我們到了這個時間 其實已經接近傍晚 快要天黑的時候 那因為他們沒有任何一個路燈 所以會感覺滿暗的 那他們時不時就會看到一些標語啊 或是領導人的畫像 或是照片等等之類的 覺得很神奇 領導人 近江的人是很美的 還有近江的將軍 很多人都不太理解這樣的感情 但我們從小型人的心目當中 好像領導人 對他的感情是很深的 所以我們多成為 他們都是我們的師父 都是我們的媽媽 我們的父親 給大家身上一首祝您提案 你的心情現在好嗎 你的臉上還有為什麼 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 讓那快樂 溫柔在你身邊 祝你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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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願都幸福 是我對他的情願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要check in了 這是我們這三天住的飯店 check in完 然後又要去三樓吃晚餐 這些都是可以買的喔 這是他們的小朋友在學才藝的照片 這個是他們的餐具筷子是用扁筷 然後他們剛剛給我們倒的是一杯肉水 他的這個折成扇子狀欸 這個是大同江啤酒 不是冰的欸 這種肉對他們來講是奢侈品 因為我們是貴賓所以才會有 我覺得他的蛋煎得超美的 大小的草莓 會漏過來 哈哈哈哈 好好水喔 他們的飯偏軟跟黏 好了我現在呢已經到了我們這幾天入住的飯店了 那因為剛剛從下飛機到過海關的這段期間 就是我都不敢拿相機出來錄影 所以我就想說就回來飯店跟你們分享剛剛的過海關的小故事 就是自己有點被嚇到 一個故事是關於我看到親眼目睹別人發生的 然後第二個是關於我自己的 第一個故事呢就是我們剛下飛機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跟我的團員就在那邊排隊 那邊突然有一陣騷動 然後我們就看過去 然後就看到有一個大媽 她就很想衝進來 就她原本是已經過了海關 她已經入境了 可是她又想要再衝進來 那個海關就直接很大聲地罵 她叫她出去出去 用中文講出去 但她還是硬要進來 然後她就說她想要去上廁所 整個機場好像是只有 那個飛機剛出來那個地方有廁所 然後後來他們就放他們進來上廁所 四五個五六個大媽一起衝進來 那就非常高調 大家都在看他們 可是那個海關就是看得出來非常神氣 他們上完廁所出來嘛 他們又要再出去 又要再過一次海關 可是重點是呢 裡面有其中幾個人 他們的護照在外面 就沒有帶在身上 就在我隔壁牌有一個中年男子吧 三四十歲 一個大哥 他就有一點看不下去 他就直接跟那些大媽講說 你們來到別人的國家 你們要遵守他們的規矩啊 你們不可以這樣子 不可以這樣亂闖什麼的 可是大媽好像都沒有聽進去 後來那個海關喔 就直接拿了他們一疊護照 就拿著 然後對著他們說 你們全部人去旁邊等一下 然後全部人就被帶到旁邊 後來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解決 因為後來我就過海關了嘛 然後我就有稍微觀望一下 欸大媽現在情況如何了 然後後來他們是有順利出來啦 只是不知道他們後來被交去旁邊 可能就是檢查護照還是身分什麼 這個舉動就有點太高調 你在一般的機場做這樣的舉動 其實就有點奇怪了 尤其就是在這樣的國家 你還敢這樣子 嗯 大媽真的是無極限 好再來呢 我就要講一下我自己的過海關故事 先喝一下水 他們的水喝起來沒有那種礦泉水味 因為我的隨身行李是一個後背包嘛 後背包裡面裝了筆電啊 相機 GoPro 跟那個外接硬碟 行動充 所以他們對於這種電子產品類的 都會檢查得很嚴謹 他們連手機都要搜過去檢查欸 因為他們也沒有指紋 他們也開不了我們手機嘛 所以他只會看到我們的 一打開來這個鎖定畫面 手機就會搜過去檢查 那手機其實也沒有什麼問題 重點是我的那個隨身行李呢 被掃描了一次之後 他就叫我把筆電相機 GoPro全部拿出來 他又再掃了一次我的包包 他就說充電包也拿出來 把我的行李充拿出來之後 他又掃了一次我的包包 他就講Wi-Fi 然後他一直講Wi-Fi 我就不懂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後來呢 他就看了一下我的護照 我的簽證 然後又看了一下我的那個審報單 他就突然叫我 他說你過來 叫我跟著他走 他就這樣抓著我 把我抓到出去外面大廳的那個地方 然後我一被抓出去 我就有點想要就是這樣子 然後他還這樣抓著我 後來我的團員 然後都在外面等我 然後看到我就是這樣被抓著 他們就有點傻眼 那個海關呢 他是想要把我帶去找 在我們當地接待我們那個 北朝鮮的導遊 後來導遊呢就跟著進去 然後跟他講了幾句韓文之後呢 然後就在我申報單上面簽個名 然後就跟我說沒事沒事 後來呢我東西收一收就出來了這樣子 海關應該是想要找導遊確認一下 就是我是不是他團員 後來才知道就是 他們只是想要確認 這些電子用品裡面 是不是有WiFi的功能 他們很在意就是有沒有WiFi這件事情 因為像我一個團員 他也是帶相機什麼的 他就說他就從頭到尾裝傻 就說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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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順利過海關 沒有像我這樣被那麼嚴謹的查這樣 然後我現在其實有點緊張 因為我可能從這邊回去的時候 又會再這樣被檢查一次 但是是沒事的啦 其實相機手機什麼都是可以帶的 他們只是在意有沒有WiFi的東西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在意 因為就算有WiFi 這邊收不到任何訊號啊 你看我現在手機喔 他其實是打開 但他從頭到尾都是沒有服務 就是顯示沒有服務 所以這邊呢是完全不可以上網的 那我們在這邊呢也會度過三天 就是完全沒有網路的一個日子這樣 但他這邊可以打國際電話 可以打回台灣 我們在那邊的地方 就像我一樣 在那邊的地方 然後就在那邊 就看到了 感谢观看